剛剛會開不起來 像同學剛剛 主要原因你可以檢查一下 像我這邊你會發現 如果我把這個 低碟底下的Python384裡面的資料給它刪除 我剛剛解壓 有沒有解壓錯的時候 我故意在Python3裡面又多一個Python3 如果你是這樣 好像我記得你打開會有問題 打開因為它路徑會是錯誤的 有沒有 這邊好像裡面一樣會有個那個spyder 所以你點開來之後的話 一樣spyder 好像如果你多一層目錄有沒有 就是Python3裡面384裡面又一層384 the script 那我印象中好像這樣打開會出現錯誤 OK 所以喔 如果說假如像剛剛同學馬上就出現錯誤的話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路徑多一次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這一層裡面的目錄的資料 這一些東西按右鍵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呢把它移到哪裡 移到這一層就好了 剪下貼上就好了 這樣子喔 OK 也就是把這個原來384裡面的東西清空啦 所以其實這個目錄也可以把它刪掉啦 也就是不要再多一層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再把它打開 打開那個什麼spyder這個有沒有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呢 應該就會正常了 那不過呢 可能會跑比較久一點點 它大概像我這邊電腦已經算夠快了 不過我發現它好像要RUN 好像還要再... 它其實有RUN出來 有沒有 有RUN出來 OK 所以第一個喔 如果你的那個什麼 就是... 開啟像剛剛線上有同學開不了 那你就記得喔 記得要放在第一疊底下的 Python384 不要多一層目錄喔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打開... 你想說像有些同學會有個問題 他說老師可是我的電腦只有C疊沒有D疊怎麼辦 OK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是放在C疊的話 好像RUN起來也會出現錯誤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可能就要修改那個預設目錄 因為我預設目錄 我是把它定義在哪裡 定義在那個D疊底下 如果你要重新定義喔 這有點麻煩啊 第一個喔 你可能要編輯這個執行檔 但編輯的話 我們不能... 它這個開好像直接就開起來 這個要用什麼呢 用那個... 有一個程式叫NordPay++啦 就是說如果... 你們... 想要... 重新編輯那個路徑 也許你可以再稍微記一下 NordPay++這個 第一個喔 你可能要裝一下這個軟體 我蠻推薦一定要裝這個啦 因為這個軟體的話喔 一般程式開發都會用到 你就選最新的 8.14吧 把它Download Download在哪裡? Download在這裡 Download下來之後把它安裝 它要install啦 這個install的方法很簡單 就下一步我同意 下一步就OK 而且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打開OK 好有了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什麼 裝好之後呢 請你在Spider上按右鍵 你這個時候呢 就會看到有一個... 這個... 按右鍵之後 會多了一個選項 叫做Edit with NordPay++ 意思就是說 它本來是一個執行檔 我把它當成一個什麼... 文件檔來編輯 可不可以編輯呢 按右鍵 你會發現喔 很多亂碼對不對 不要管它 你只需要喔 打開按右鍵喔 Edit 它之後的話 第一件是 請你把檢視裡面喔 改成叫做自動換行 有點多啦 不過你只要記得關鍵地方 檢視裡面喔 先把它自動換行 為什麼要自動... 因為它沒有自動換行 它會一直跑到右邊去 所以呢 第一件是喔 打開它之後的話 把它檢視自動換行 OK 第一件是喔 檢視有自動換行 OK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捲軸拉到最下面 不用管上面的這些... 這個錯誤的訊息 如果你把它拉到最下面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有個路徑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你不是裝在... 那個... 低疊 你是裝在C疊的話 你只需要把... D怎麼樣 改成C 然後存檔 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這個雖然懶人包 但是其實它還是保留一些彈性的 OK 也就是預設... 是放在低疊的這個目錄啦 預設是放在低疊這個目錄 如果說你假設低疊的目錄變更的話 沒關係你就改這個目錄名字也可以啦 大概是這樣子 應該可以好理解吧 好 所以喔 第一件事 反正今天至少我們的任務 第一個 至少你要把這個環境打開 沒有問題 然後呢 並且了解一下啦 當然如果你沒有狀況的話 直接開起來都沒有... 這個是延伸性的 也就是以後你沒有問題 你就直接打開 你不用設定 但是如果你有比較特殊的狀況 另外的話 假如說你是...什麼呢 有的同學用蘋果電腦 不是用...像我們Windows 那就用另外... 可能要手動自己裝了 也就是如果你是用蘋果電腦的話 那我乾脆有建議 直接乾脆裝那個懶人包 那個懶人包叫做... Anaconda Anaconda 這邊就有了 你打一個... Anaconda 這邊就出現了 下載 有沒有 Anaconda 有沒有下載 那這個Anaconda 它也是一個Python的懶人包 也就是說它把所有東西都幫你裝好 甚至包含Spider都裝好了 也可以裝這個啦 只是這個Anaconda的缺點就是說 它裝好之後的話 我發現至少硬碟少掉10GB以上 也就是說 我本來我只是想要學一點簡單的東西 它其實包含包含包含全部都給包了 我覺得我幹嘛 我沒事 而且這個... 會讓你電腦跑得慢 我不知道 所以假設你是用蘋果電腦 沒關係你就裝這個 也是一個方案 因為我沒有做蘋果的懶人包 OK 你就進到那個下載 下載的話自己再找一下 進到這邊的話 它有... 它這個說明檔 應該是在哪裡 Anaconda下載這個有個Mac的 反正自己再找一下 應該不難找Anaconda的 你進到裡面的話 找一下那個下載的頁面 這個順便補充一下 它各個版本都有啦 在這裡Download 甚至它是Windows、蘋果 甚至是Linux的版本都有 OK 好 那所以第一階段 我們大概原則上 就是先跟各位稍微做個說明 那今天的話 因為第一次上課啦 所以我大概原則上 開個頭 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總共有八次上課 那八次上課其實 時間真的蠻短的 那為了要很有效率的 把該講的東西講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很快的 就是先把那個開發環境 有沒有 有沒有,先建置起來 所以這個打勾了 那主要是用懶人包 那我是建議啦 你就不用太糾結在那個 因為出生你那個 不是重點啦 你重點是要拿環境去寫出程式來 拿來應用 而不是說你一直在 在去學習怎麼去安裝那個環境 那它在浪費時間了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人 夠卡在這裡 很多人光買書回去 一直光看第一單 已經看很久了 為什麼它一直在裝 而且跟各位講 那個Python的開發環境 至少十種以上 每一種都可以寫Python 每一個都可以喔 那你想說老師應該挑哪一種 有的人真的很認真的 把每一個都裝起來了 那問題你裝那麼多幹嘛 那我直接告訴你 哪一個最簡單就好了嗎 你就用那個就好了啊 如果你還有時間喔 你再去了解別的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OK 重點應該是在寫程式吧 不是在環境吧 OK 所以那為什麼用Spider 因為Spider 我覺得它滿像VBA的 打開就可以用了 再來你就是怎麼樣 而且它免安裝 也就是你以後怎麼樣 把這個環境搬到任何電腦 打開就可以用了 我覺得這樣好像也還蠻符合 我們現在的應用需求 不用做太多的設定 至於其他有更厲害的環境 但問題我覺得 那個好像不符我們使用 所以這個大家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單元二的話 就是基本的語法 哪些基本語法 包含就是變數的形態 比如說有剛剛提過 有數字有文字 甚至有串列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樣產生變數 把資料放進去 另外數字的話 又分成整數跟有小數點的 如果不同形態要串接的話 可能你要轉型 不然的話會發生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我們要該怎麼去 把那個問題給解除 就BUG了 以後你們要慢慢習慣 如果有發生BUG 你怎麼樣去把那個BUG 給找出來 然後解決那個BUG 然後剛開始可以寫一些 簡單的程式 然後再來的話 可以越寫越複雜的東西 以後可以針對你自己想寫的東西 快速把它寫出來 再來的話呢 順便也了解一下 它跟VBA的差異點 或者甚至可以 可不可以兩者之間 可以橫向的結合 或縱向的結合 如果可以 那最好 再來的話 就是邏輯控制 什麼叫邏輯控制 其實簡單就是 我們以前有學過像 if if else 這種東西 那在VBA也有 Python也有 也有 一不一樣 其實也一樣 譬如說那個語法 稍有不同而已 那哪裡不同 後面我們會跟各位做介紹 最好是 你兩邊都可以 快速的轉換 那我其實還蠻習慣的 反正這邊 我就用那個 寫VBA 這邊我就寫Python 反正不管哪邊 我大概就知道該怎麼轉變 OK 現在無妨啦 再來的話就回圈 在程式裡面 蠻重要的一環 回圈 那什麼叫回圈 講白話意思就是說 你最討厭的事情 重複做嘛 對不對 那當然電腦最厲害就是 他對於重複做的事情 也是他最喜歡的 是他最擅長的 也就是說 像我們如果重複做個 十次二次事 你會不會累死 但是電腦做個一千萬次 兩千萬次 三千萬次都沒問題 而且電腦還可以怎麼樣 重複做之外 還可以定時做 還可以什麼時間 做一次 甚至什麼狀況發生 去做一次 都可以去做設定 所以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有點像是 這個程式 寫出來的話 等於是說 我們可以把一個 什麼 固定重複做的那個 怎麼講 助理做的事情 我發現很多助理都做了 其實都可以把它寫成程式 時間到做一次就好了 OK 所以有的時候 甚至我覺得 你與其說 找一個人幫你去處理 一些電腦上的數目 打不出你把程式寫出來 一勞永逸 對不對 所以有些你會發現 你分析一下 現在很多行政上的數目 通通都可以用程式來完成的 OK 像我剛剛有提到 像什麼語音辨識這種東西 以前的話 是需要找一個人幫忙打字 而且打字的費用還不便宜 聽打 但是如果你會用這種 其實你可能就不需要花那個錢了 另外的話 還有比較流行像什麼 那個影像辨識 比如說像照相 你想要確定說 哪個基板上面 有沒有一些不良的東西 不良的 比如你要看 上面有沒有什麼地方 不OK的 以前的話 也是需要用人去看 但是現在的話 很多都是用電腦去幫你看 所以很多東西也結合Python 有沒有 做影像辨識 辨識完之後 確定一下這個板子上面 有沒有一些瑕疵的部分 有沒有 那就把那個瑕疵部分 再用人工去做 你會發現就可以大大節省 本來可能需要很多人去做check的 那你會發現 哇 那人其實就可以省掉了 你就不需要那麼多人了 其他還有發現 警察辦案也蠻辛苦的 因為警察每天 是不是要看那些監視器有沒有 不過我現在 我發現現在警察蠻厲害的 只要一發現事情 哇 馬上抓到了 好厲害喔 為什麼 其實背後 當然警察可能也要去看那監視器 可是以後如果說 你可以用什麼 用Python去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影像辨識 就是把那個特徵 你要找的特徵有沒有 直接給他 他去把影片裡面的哪個地方出現 這些影片裡面有沒有哪些地方出現的 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那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應用 那自然自然就變好了 不過這裡可能會牽涉到一些個資的問題 這個當然也是會在我們生活裡面 大量的被使用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 真的是可以用程式去解決 OK 只是說 如果你要達到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其他還有像自定函數 你也要會 OK 怎麼樣 把重複做的程式把它改成一個Function OK 那VPA裡面有自定函數 其他的話 還有除了那個 剛剛提到的 這個數字的變數跟文字變數 其實還有所謂的串列 跟字典 另外還有檔案跟資料庫 這個後面我們都會談到 那其實串列 這個很重要 什麼叫串列 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變數假設是文字的話 他只能放一個資料 可是如果你有放多個資料的話 有點像eSale裡面 我們不是有那個什麼 ESale裡面其實 ESale裡面不是有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串列 或者橫向也可以 那什麼叫串列 就是你可以放多個資料的清單 串列的話 其實英文 英文叫List 只是翻譯叫串列 不過List叫清單也可以 還有字典 字典就是不只一欄 可能多欄的資料 還有檔案 怎麼樣把外部的檔案讀進來 然後把它寫出去 有沒有 有點像是我今天讀大量的檔 然後把它 像我們後面有個範例 就是說 我希望做什麼 檔案的合併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大堆 全省很多的分公司 產生分公司資料 那我當然要處理之前 我要做全省的 這個公司 某個產品的銷售狀況的話 那不可能說我 個別個別的統計 所以我第一件事 需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要怎麼把檔案合併 合併完之後 如果我要再分割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做 後面也會提到 那其他還有一張資料庫 資料庫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部分 因為你資料如果放在串列 放在字典 放在檔案 其實有時候不方便 乾脆先放資料庫算了 所以這個資料庫 重要性非常高 這個後面我們也會再提到 這個是大概在第四單元 那這些東西 都會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 進度比較快的同學 不妨你們可以再往前推進 那再來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講到有關開放資料 這個有點像爬蟲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的資料 並不是放在我的電腦裡 而是放在雲端 放在網路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抓下來 做一些統計分析 並且做出報表 那報表最好 可以幫我做視覺化的報表 這怎麼做 所以怎麼樣把CSV 讀進來 那最好你可以再寫到資料庫 XML 就是省等等的 那其他還有像網路爬蟲 網頁上的資料 比如說像全台灣的那個銀行 這麼多 那匯率我怎麼知道 或者股市資料我怎麼知道 那其實他每天都會公佈在他們的網站上 那可是問題喔 如果用人工每一個網頁都去看的話 現在滿浪費時間 那有沒有辦法自動幫我抓下來 直接設定一個條件 如果當某個條件出現的時候 實在告訴我一下 通知我一下就好了 那當然這個就是可以用程式來做 大致上我們基本上這一期課程 就可以把剛剛講的東西學熟啦 OK 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喔 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就是說 回去喔 除了上課講的這些範例之外 回去有時間可能要多多練習 因為 城市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要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熟練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 要找到我也蠻簡單的 網路上其實我也放了蠻多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要我的部落格 所以你打吳老師教學 其實我教學 我發現這個關鍵字喔 前三個剛好都我的 第一個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懶人包 第三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OK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打以色有VBA的話 哇更多 一大堆 OK 然後 再來有關就是 為什麼要學習Python 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 基本上 A B C D E F 都跟Python有關係 A的話就AI 你會發現AI 那AI其實 最常被提到 用Python來處理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支援它 所以它變成最容易 OK 你說其他工具可不可以做到AI 也可以啊 只是沒有人支援 沒有人提供的話 當然你自己做會很麻煩 那B的話就Big Data C的話就Cloud D的話就是一些辨識 E的話就是電動車 電動車 電動車也不得了 電動車現在基本上 再過個十年二十年 基本上這個 可能會超過燃油車吧 然後還有數位金融 這個台灣目前也是大推這個Fintech OK 所以基本上這些東西呢 都跟Python很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學完之後啦 我覺得 將來的路其實還蠻寬廣的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我的簡歷啦 其實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關鍵字 還有部落 那我為什麼會來教這相關課程 主要早期也是分享 然後 早期的話呢 也是在業界工作 所以 曾經創業 然後也拿了一些獎項 那之後的話呢 就想說 有蠻多單位 可以找我 幫忙授一些課程 於是 我就開這相關課程 主要是做一些 算是經驗跟心得分享 OK 好 那再來得到一些獎項 這個大概就 請上添花 證照的話呢 最近我也去考了一些 Python證照 其實Python其實還蠻多證照的 最近呢 因為疫情關係 最近也上了一個 也準備去考一個AI的證照 OK 只是因為疫情關係 結果考場一直沒開 不然的話 我還蠻想趕快去把那個證照 考到 拿給各位看一下 考到之後的話 其實就一張紙 就這樣子 合格證書 這個是Python3的 這個合格證書 然後 另外的話還有爬蟲 其實還有爬蟲 我有拿到 AI的部分現在 最近 才剛上完課 但是還沒考試 OK 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是覺得這東西 真的 對於工作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以前你可能要需要很大的力氣 才有辦法把一個結果給做出來 但是如果你會用AI的記憶學 很多東西馬上可以知道答案 而且你要決策的時候 你也比較不會做錯誤的判斷 所以人家常常講說什麼 什麼什麼 錯誤的決策 比貪汙更可怕 所以你常常講這種 為什麼會錯誤的決策 因為他沒有一些機器學習的概念 或者大數據分析能力的話 當然很容易就做錯判斷 OK 這個考試當然就考這些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大概 跟我們上課的內容蠻接近的 有這些 考試就是這樣 而且現在考試都採線上的 考完馬上知道你到底有沒有通過 像這個 如果送品 假設對的話就綠燈 不對的話就紅燈 OK 其他這個是我頻道 我頻道目前訂閱人數 三萬六千多了 那當然我也參與過一些 那個 這個證照中心的審題命題 最近好像 像什麼金融研修院 找我去審題命題 我發現以前好像不考程式的 現在突然都考程式了 好像公家機關以前 那個 有些考試不考的 現在好像也要考程式的 OK 好 那其他的話 參考用書 這個當然不一定要買 不過如果我是覺得 我是建議 如果你覺得一些理論部分 假設你還覺得不夠的話 也許你可以買來看看吧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 你買了不會看的話 我覺得你暫時可以不要買 但我發現 買電腦書很多時候都放在架上 看的機會都蠻少的 OK 好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開始來講 那個程式部分了 其實 為什麼要學Python 其實喔 你說它優雅明確簡單 也是它好的地方 可是其實它一點 我覺得大方向 就是潮流 流行 也就是說很多東西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也就是說 慢慢大家不用它 它就自然消失了 就像你說DOS好了 DOS現在會有人用嗎 應該沒有人用 可是 它還是存在 很多地方 像Windows裡面還有DOS 你還是要下指令 對不對 像我會下指令 我覺得蠻方便 可是以前沒有學過DOS 人就覺得很痛苦 像我們Python裡面 很多地方也要打指令 但我會覺得很方便 很OK 可是沒有學過DOS 就會突然卡住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並不是 不需要 只是說它慢慢被 怎麼樣 被新的東西取 像Java也是一樣 我大概十年前 教最多的課程是Java 大概十年前喔 可是現在教最多的就是Python 為什麼 沒辦法 可是十年之後會不會改別的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怎麼辦 順應十四嘛 對不對 反正有新的東西出來 我們就去學嘛 其實 那你說有什麼不一樣 我倒是覺得 Java真的跟Python比起來 它真的太複雜了 第一個定義要定義很多 你第一個就是一定要宣告 你如果沒有宣告 你沒辦法跑 而且它宣告要很嚴謹 而且Java很強調物件導向 所以你要使用物件 你要知道說 你要怎麼樣把一個物件實體化的過程 我每次講到物件實體化 很多同學都昏倒了 太抽象 對 它其實強調就是抽象化 但問題是 不是每個人都是天才耶 所以真的學的會的真的蠻天才的 那怎麼辦呢 把標準降低 所以Python有時候 慢慢把一些很困難的 是大家沒辦法接受的東西把它簡化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完全都不要學習 沒有 其實還是蠻多地方要學習的 只是它把它變簡單一點點而已 那其他的話還有 像是排名 當然一定要往上 Java一直往下 這個是固定的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我剛剛提到的部分 那請各位呢 一樣 先開啟剛剛的這個Spider 那如果開不起來的話 確定一件事 你的路徑對不對 一定要低疊的這個底下 OK 如果不對的話 請你安裝那個什麼 這個Nordepay++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那我會不會說 他會不會說 因為我會不會說 所以沒有結論 然後 канале 那時候 你會不會說 那我們